首先是感谢大家需要今天上午抽比较长的时间过来参加这个培训 培训的目的我在发通知的时候做了一个简介 就是我们在10月和11月的两次阅读考核里面 其实是算是用强制的方式让大家先填了一下短期的目标 可以是阅读的可以是季度的 从我看到的大家填的情况来看呢 有的是我们把任务本身和目标给有一点混淆 还有一些其实我看出来是在倒推 就是我做了什么我把它写成目标 所以我的目标就达成了 那么看了两个月以后呢 正好现在是12月份吧 我们需要做辞旧迎新来 需要来做年终的总结 结果我估计人士迟早会把这个总结流程发过来 那么我们会需要知道2018年我们目标是什么 做得怎么样 然后这个如果没做好或者说不够清晰的话 那接下来2019年的第一季度或者说全年 我们的目标是怎么样的 过去的一个多月里面 反正我也看了不少的书啊 文章还有一些其他的视频的材料 做了一些整理 给大家讲一下 那首先开始之前 有几件事情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第一个是 我们先面对面建一个群聊 我把一个培训的材料 发给大家 面对面建群书1280 我们建一个群聊 那么同时呢 希望大家把手机调到经营状态 因为时间比较长 所以难免各位会需要接到一些电话呀 或者是其他的通知需要出去处理一些事情 那么希望接到电话的时候 我们在培训室外面来接这个相关的这些沟通 那第三点是说 今天电视上面所有打出来的这些内容 你们都不用往本子上记 因为待会我就把所有的PPT的内容 发到群里面去了 这些画面之外的内容 如果你们觉得有必要记的 你可以记一笔 如果你觉得有什么疑惑的 你可以把这个相应的问题 直接发在这个群聊里面 我们在培训的最后一个阶段 我们会来回顾一下 到底今天讲的时候群里面发了哪些问题 大家讨论一下看看 发给大家的这个PDF版的这个PPT里面 这上面带有下滑线的几个链接 就是原文件可以下载的 然后这里是Dropbox的链接 所以翻墙请各位自己搞定 反正部门也提供给了大家一些工具了 那slide本身是这个PPT 阅读材料待会我也会发到群里 准备期间搜集的素材 这个链接里面包含的内容比较多 大概几十个文件 就是OKR相关的多个来源的 包括电子书 包括一些博客文章 包括其他的一些像什么checklist 或者是一些什么模板之类的都有 面对面建群我们就到这里 如果还有没加进来的其他同事 帮忙邀请一下 今天主要讲四点 首先是工作的战略性 然后因为有战略性的工作了 就需要去制定一些目标 来达成这样的战略性工作 达成目标的方式 制定目标的方式有很多种 那我这次主要想分享的是 Google啊LinkedIn啊 包括英特尔 他们从80年代开始 比较实践的比较好的一种方法 叫OKR 那么最后一部分是针对我们软件研究所 部门同事的就是我们在12月底前 我们要把我们的部门的OKR 和个人的OKR 我们把它定出来 那这个是针对2019年第一季度的 那先跟大家说一声 这个不好意思 因为这里面前面三点 123拆成三个部分呢 是实在准备的时间有限 所以材料太多了 没有把里面的逻辑关系理得特别清晰 所以不同的话题找到的相关的材料 没有把它揉到一起去 直接就分主题罗列出来了 所以今天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 如果明年再来做相似的培训的话 可能可以压缩一些时间 那么看第一部分啊 就是我们工作的战略性 那在座的有工作能不到一年的 也有工作十年以上的 那随着我们工作的年限增长啊 可能看很多鸡汤文 你都会发现说 我们的工作要有战略性 要有规划 要有清晰的这种路线 那么什么是战略性呢 就是这个高大上的名词 大家看的很多 但是怎么去感受这个战略性呢 那这里面列了六点 这六点不是我来列的 而是叫朱丽卓 是Facebook的产品设计VP 他在medium上面写了一篇文章 就说如何去达成战略性工作 他的一些思考 那他在职业生涯的早期 他认为战略性工作就是这几个 量化目标 打破规则 努力工作 做好文档 做好工作的框架 用白板画图 比如说这样的 Max Hub上面 我们天天画点四维导图啊 画点这个流程图啊 这是不是就战略性工作了呢 电视剧里似的 但是呢 他在Facebook按照这些方法来工作了之后 发现他认为自己越来越具备战略性了 但实际上你会弹吉他 会弹钢琴跟你能作曲本身是两码事 就是作曲是战略性的 你需要把来龙去脉搞清楚 而演奏其实相对的创造性会少一点 技巧性会多一点 所以战术层面会多一点 那么并不是说参与到这种高层次的 靠PPT来工作的内容岗位 它就是战略性的工作 所以这里面是要存疑的 那到底什么样是个战略呢 Wikipedia上面有过一个定义 是说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进行的 一系列行为规划 那还有一个叫Rita Romelt 她是UCRA的一个教授 商学院的教授 她写了一本书叫做好战略坏战略 所以从书名和 就是这是她的代表作了 从书名来看 就是她对战略这个事情 可能研究的比一般人深一点 她给战略定的定义是说 一系列聚焦于如何克服障碍 并实现目标的可信而连贯的行动 所以你把所有的定义去掉 战略是行动 然后再加上各种各样的定义 比如说是实现目标的行动 那跟实现目标无关的行动 跟战略就没关系了 而且是一系列行动 它是由一个一个小的步伐 构成在一起 最终达到目标的 所以不是一步而做成的 单个的行动 那个叫任务 叫Task 是我们天天在To-Do list上面写的 而一系列行动 是我们定的这个战略 而且是要由可信而连贯这个特性 就是这些行动本身是 有步骤的 有依赖的 有持续关系的 而不是零散的随机 我们碰上哪个算哪个 那最后是聚焦于如何克服障碍 战略的最终的目的是要解决我们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不管是组织也好 个人也好 我们发展中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平静 那通过战略通过这一系列行动 最终是要把这些问题给克服掉解决掉 那这是可能问题之外的行动是必要的 但是可能占我们20%的时间 但是我们80%的时间是花在解决这些问题上面 这个聚焦这个问题呢 那就是是需要知道我们怎么来分配资源的 资源包括我们的时间 钱 人力 精力 那有了这些定义之后啊 我们再来看看刚才朱利卓说的 他的战略性工作到底是不是跟目标相一致 那设定量化目标这个是战略的范畴 但是不够的 因为有目标之后还要有规划 所以它是战略的一小部分 是前期的一小部分 如果说我们的战略是制定更多的目标 那这个战略就没什么可操作性了 第二点说打破规则构思新的想法 那这个跟战略相关的前提是说 你打破规则和构思新想法的动机是什么 是你清晰地理解了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本身之后 这些问题是由于规则 由于旧的想法造成的 那么我们将其打破 如果说我们这些想法跟我们遇到的问题没有关联 那么一直去打破这些规则 其实是绕着问题兜圈子是没有意义的 努力工作 以身作则激发他人 这个是行事方式 但是把事情做好 把事情做对 是我们在战术层面上的一些事情 而今天我们想讲的这些战略 更多意义上面是战略层面的嘛 就是要做对的事情 do the right things 而不是把那些错误的事情做对 写长篇文档 这本身正确性是毫无疑问的 就是它对我们的工作有帮助 但是写什么样的文档决定了它到底跟战略有没有关系 如果说我们写一个软件操作手册 写成一本磁海那么厚 比如说我们怎么装我们的这个PC机 怎么购买里面的零件 我来龙续脉全都帮你写出来 然后写的非常非常的详细 那这个对于解决我们客户实际遇到的问题 并没有帮助 可能我们写出来成就感很强 我写了一个非常精美非常一致的 然后非常self contained的 我只要这本书其他的什么都不需要 但是它本身非常冗长的一篇文档 跟我很简洁的只说我软件安装步骤本身的这个文档 它带来的战略上解决问题的价值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创造工作的框架 比如说OKR这个框架本身提出来 其实就是在以往的比如说目标管理啊 什么KPI啊之上又提了一个新的工作框架 但是这个框架本身是为了帮我们找到一种方法来制定战略实现战略 这个框架本身它跟战略是独立的 我们有方法并不代表我们定出了一个战略 就是它只是个地图 但是战略是我们要在地图上找一个点 然后画一条线 就是我们到现在这个点到目标那个点到底怎么走 就是战略和那一系列行动 多用白板画图表 这个是电视剧里一拍白领一拍外企 就是我们一个玻璃幕墙 然后大家在上面画图 但是到底我们画的图跟我们解决的问题 有没有具体的关联 往往在项目初期的很多会议上面我们画的图 跟写一些word文档 其实区别并不是特别的大 我们把很多已知的概念列在上面 把它们用线连起来 但是这张图一般也只是画到问题的这个边界而已 问题里面或者问题的核心 它的成因在这张图里十有八九我们在白板上面是画不出来的 没有那么简单 那刚才说了是战略性工作的一个定义 一系列拥有各种各样特性的行动 那怎么样去让我们的工作更有战略性呢 首先是要对我们的成功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什么样算是我们在工作中在个人生活中取得成功 那有一个问题 其实是可以帮我们搞清楚我们对成功的定义的 假如说你的团队 比如说软件研究所 或者你的软件一组 你的Star River团队 Stella团队 我们想象一下在三年以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全公司上下欢庆 那么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可以造成这样的结果 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大家都认为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是因为做到了什么状态 发布了什么样的产品 受到了什么样的反馈 那其实事后或者说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发到群里 你认为你个人或者我们这个团队 什么样的情况下面认为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大家非常的高兴 有一个评判的标准可以来看我们整个团队的工作是不是有战略性 就是大家一个团队的成员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到底是不是一致 或者说是不是趋同 如果大家的答案分歧很大 那么势必在现在的工作当中这个战略性是不够的 因为大家方向不一致 战略就是指明方向的 如果大家认为成功的概念不一样 那么大家奔着去的这个方向一定是不一样的 如果大家确实答案不一样 那么大家就需要来讨论 为什么你认为成功是A 我认为成功是B 另外一个人认为成功是C 他们如果再往小了去拆 把它拆成A1A2 A3 B2 B3 他们有没有可以相通的点 他们可不可以找一些共性的部分 我们拿出来达成更小范围的共识 那么奔着这个共识 大家把目标取同一些有一定的一致性 协同 那整个我们关于产品和团队的这些目标的制定 其实如果能够很好的回答这个问题 那至少大家在共同的目标的方向上面 是找到了一些共性的 那怎么去找这些共性呢 其实有一些问题可以继续的往下去深究 比如说我们不管是做智能的路灯也好 家居类的产品也好 还是我们做全彩屏 智慧照明 那都会发现我们整个处在一个行业当中 那这个行业它有新的趋势 比如说唐德前两天发了一个朋友圈说 是关于5G这个概念的一个解释 那我们跟华为是合作伙伴 华为在5G这个技术这个领域里面 它走得非常的靠前 那这个行业跟我们的智慧路灯 跟我们的照明软件有什么关系 我们如果把自己的视角放在三年后 我们的软件跟5G到底应该求上什么关系 后面的这个第二条呢 是我们的产业的关键价值活动是什么 这个昨天包括之前很多的机会里面 我跟二组的同事也在聊 包括主要是省工啊 我们在说我们做全台屏的这个项目的时候 到底给用户的关键价值是什么 是这个屏它的亮度高 色彩准确 还是我们现在可能牵扯到一组二组四组的同事 我们在做的像CCS这样的平台 我们去把各种各样的数据源 包括最近可能出差过两次 赵工和张凤之去复旦大学 他说我们要把公众号的文章投到大屏上面 那是这些功能性的需求是用户的关键价值 还是说我们体验上的需求 我屏幕不坏 没有坏点 亮度够高 长期开着我不烫 这些是价值啊 我们之前在某一次面试结束以后 在我们的一楼大厅 我跟前台聊 当时是工会的人在跟前台聊天 他说我们是不是把前台接待后门内堵墙 换成我们的LED全彩屏 放公司的这个logo啊 宣传片啊 或者来了一个人 我们把这个欢迎词直接打在这个背后 前台的小姑娘说了一句话 她说放屏效果很炫 但是我会很热 而且我天天受到辐射 那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价值能给我们自己的前台 对于它来说是更加关键的 对于我们就是行政这种宣传的目标是更加关键的 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 那只有我们讨论清楚一个关键价值 我们把精力投在上面 才有可能在这一个细分领域做到行业的前列 比如说诺瓦 你说它做这个控制系统 它就是把我们的这种输入源 软件的操作 做到很极限 但是你说全彩屏的显示效果 它不做平体本身 不做箱体本身 它是控制不住的 两万块钱一平方的全彩屏 跟十万块钱一平方的全彩屏 都可以用诺瓦的控制系统 它们的显示效果一定不一样 但是用户用到的这个软件是一样的 它的操作方便程度是一样的 那用户现阶段 为什么老是盯着诺瓦的软件 说我要这样的东西 至少这一部分提这样需求的用户 它反馈过来的隐含的信息 是我认为我的关键价值 我要买的关键价值 是软件的方便程度 软件 我所有项目里面软件的一致性 因为降有率高了以后 我不同的标段里面 有的选了诺瓦 有的选了三四 有的选了其他厂家 如果用不同的软件 那我底下人员培训 需要做不同的培训 人员流动的时候 我的培训成本非常的高 我很难在一个人员缺口出来的时候 任意调一个人 可能他只会诺瓦的 或者只会三四的 我调到另外一边去 他没有办法立刻上手 那这些可能都是这一部分用户 反馈给我们的关键价值 那包括我们的 Star River Stella 其实我们关心的 关键价值在哪里 我们人力总是有限的 我到底是去优化 手机上面点一个按键以后 灯的响应时间 还是去优化 我这个系统能带动多少灯 我的目标究竟是说 我要在30秒里面 能够控上100万盏灯 还是我在0.3秒里面 要能控制到具体的某个灯 这两个目标 在一定时期内 我们精力有限的情况下 肯定是冲突的 我们需要搞清楚 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什么 这个目标的价值 跟业务沟通清楚 去说服客户 然后用这样的一个目标 去击败其他所有的 同行业的产品 那包括我们的 经营关键点和商业模式 这些问题可能是 关系到 整个公司的层面来 看我们的产品 但是之所以写在这里 也是认为 我们的工作 跟公司的这个工作 是没有办法 完全独立开来的 即便我们的产品 做得再好 但是如果跟公司的定位 公司的商业模式 不匹配的话 这个产品 卖的肯定不会好 如果这个产品 卖的不会好 那产品技术上面 再成功 作为整个团队 我们是取得不了 那种三年后 巨大的成功 这种状态的 那最后一点 其实今年第三 第四季度 我们看到一些改观 就是我们到底 依赖哪些数据 在做管理 哪些数据 有改善 或者精进的空间 这种在做 产品本身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设计师 于开源 王兴奇 他们关心的是 用户在用 Stella Wi-Fi Stella Cam的时候 都在点什么按钮 都在什么页面上面 停留 到底常用的功能 是哪些 他到底喜欢 做开关多一点 还是颜色多一点 色温多一些 还是场景多一些 在Star River里面 我们到底用的 更多的功能 是单控 还是组控 还是计划 定好了 就放的不管了 这些都是设计师 在改进 他的UI设计 用户体验设计的时候 需要获得的输入 那我们在做产品的时候 技术上面 能不能采集到 这些输入的信息 这些数据 对于后续的迭代的改进 是有决定性的影响的 包括我们在 日常团队的工作管理 对个人的管理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在Redmine上面 登记个人时间消耗的 这个任务 到底花在哪了 那当我们做年度总结 或者季度总结 甚至月度总结的时候 每个月的20天 每天6到8个小时 100多个小时里面 到底你的分配的时间 是项目多一点 还是定制多一点 是开发多一点 还是修bug多一点 我想如果没记录的话 我们10有89 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 而没有办法做清晰的 这种跟踪和改进 那如果没有记录的话 也不会有软件一组 曾磊他们今年 一直每个月在做的 我到底是合同定制 技术支持 全组的范围来看 每一种任务 它的套时占比是怎样的 其实组内可能设定了一个目标 我们希望做在通用产品上的时间 是占整组人精力的百分之多少 然后每个月我们会来回顾 那事实上每月回顾是一个 目前我们做到的最高频率的一个水平了 更多的时候是在季度 或者半年度 或者年度总结的时候 我需要给李胜或者陈博士去交PPT的时候 我会从Redmine上面拉一些数据 那这个反馈的频率非常的低 所以假如半年一年 我今年发现2018年 我们用在技术支持上面 或者我们登记在日常任务上面的时间 占了30%的话 今年有30%的时间就已经这么流失掉了 就是只能从明年开始 年复一年的来迭代 我们想想职业生涯总共才能迭代多少次 没几次 如果是放在三四这个公司里面迭代的话 可能平均两次到三次 所以这样的迭代频率 对于一组来说 今年他们可以说我们迭代十次 或者是十二次 那么对于Stella Wi-Fi 我们现在加了一些其他的手段 可以每天我看到数据 用户停留的时间 当天有多少个用户 遇到了crash的问题 当天有多少个新用户 有多少个用户卸载了 等等这些指标 现在是每天我们团队的成员会收到邮件通知 然后每周会有统计的结果 那这样的话 假如今天早上六点多钟 我看到半夜来了一封邮件 说Stella Wi-Fi的crash free的用户比例 从百分之百降到了百分之三十 那可能就是一个大大的事故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统计 按照以往的预估 大概要等到一到两周之后 我们才会从电商那边收到一两个零星的反馈 说有crash的问题 而这一两个零星的反馈并不会引起我们的重视 因为我们发出去了一千多个灯 八九百个注册的用户 一两个零星反馈说我遇到crash 我们绝对不会认为它是主流 因为我们没有数据 但是更多的用户 其实他遇到了crash之后 他根本不说 他就默默地把软件关掉 再也不用 甚至把软件卸载掉 那这些对于我们后续想要采集数据 就变得越来越困难 那如果我们不知道用户怎么用 那用户真的把它卸载掉了 我们也不知道他为何吐槽 他为何卸载 那你让鱼开源后面怎么改进 以让用户真的再去用呢 没办法用的 所以采集数据 通过数据来做管理 通过改善数据 来改善我们的产品 改善我们的工作 是一个科学的做法 那好战略的 不说好战略 就是如何具备战略性的工作 的第二点 是说我们要搞清楚 到底我们在为什么人 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这个可以回到刚才第二点 就是我们的产业的 关键价值活动是什么 我们究竟是在给高端用户 解决问题 还是在给低端用户 解决问题 我们究竟Stella Wi-Fi 是卖给老年人 还是小孩 还是二三四岁的年轻人 其实每一个人群的重点是不一样的 当我们在推出 比如说华为的Mate 20的时候 到底这个产品针对的人群是什么 我们回过头来 每次去看这种统计机构 它的这个调研的时候 会发现Mate 20 它打了一个用户标签 说是商务用户 可能是在30到45岁之间 然后现在回过头来 如果我们说iPhone刚刚发布的时候 它针对的是什么样的人群呢 认为是高端用户 大家竟然可以花几个月的工资 去买一部手机 对于国外来说 可能花一个月的工资 买一部手机 那肯定是高端用户了 但是现在18年 我们再看调研数据 说原来是18到25岁的 这个三四线城市的女性 然后是在 是iPhone的主力用户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决定了我们到底 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如果说像Google三星 这样的手机 它在国外市场销售 比如说iPhone今年出了一个问题 它把前置摄像头加了美颜 然后被国外的用户 吐槽的一塌糊涂 那为什么呢 因为iPhone发现 Apple发现 它的中国用户群体非常地大 中国用户群体 它要的就是美颜 然后它就做了 但是老外说 我不要把自己的皮肤 磨的纹理都干不到 我有雀斑 你就让我看到 没有雀斑 磨掉了以后 拍出来的那不是我 好 那么就是 它在用同一个产品 针对不同的用户群 解决问题的时候 遇到了障碍 遇到了困难 所以后来Apple又发了一个软件更新 把这个美颜的程度给减弱了一些 那这个其实问题不大了 因为就算是它当时发的最强的那个美颜 比起小米 比起华为 也差得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所以中国人还是认为 你这个美的不够 不够美 对吧 还是会开美图秀秀 那最终就是说 我们看到的是 Apple在iPhone的前置摄像头上面 没有做到 针对具体的一个人群 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 其实Apple可以 在中国的固件 国航的固件和 其他世界 其他国家的固件 做一些区分 因为也不止这一个区分嘛 从eSIM上面就已经做了很多区分 什么FaceTime Audio也做了区分 那么在这一点上 可能是中国区缺乏相应的决策权 所以大程度的美颜 他们不做 然后彻底不美颜 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也没做 所以在这个产品上面 前置摄像头 至今为止 依旧是被三星 被华为打得找不到北马 那我们到底是 为什么样的人解决问题 以往我们更多的是 卖给行业用户 比如说高速公路 比如说卫星发射中心 指挥中心 监控中心 他们是有一个专门的团队 来做运维的 所以我们的软件 写出来是 可配这项非常的多 所有硬件上有的寄存器 我们在软件上都有对应的界面 可以去设置 甚至包括什么 我们的扫描算法的下降的时钟延 到底是几微秒 我们可以设的 那这些东西 如果你们不是做全彩屏开发的 哪怕我们三四自己人 你也不知道它到底该怎么设 它合理的值是什么范围 可选一到十微秒到底设成什么样的值 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你在操作之前你是不知道的 可能你操作完真的就黑屏或者花屏了 你也不知所措 但是行业用户喜欢 因为我专业嘛 我是司机 我要开手动挡 我散策司机 我要 我要这个刹车油门 我自己一个脚来控制 甚至说我这个转速 我要自己能控制 所有的东西越手动越好 最好跟飞机一样 几十个开关摆在那里 但是你家用的东西 你对于小白用户 不能这样 大家巴不得自动挡 巴不得自动驾驶 跟特斯拉一样 那这两者就产生了冲突 所以今年我们硬件上面 做了一定的突破以后 橱窗屏在欧洲卖得很好 国际现在应该是五步吧 他们孙岩岩在欧洲 卖了很多全彩屏 到商店的橱窗里面去 连锁店里面 所以今年的国际的销售冠军 估计就是孙岩岩 那这样的一个销售模式 我们为什么样的人解决问题呢 我们的客户是代理商 中间商 他把我们的瓶 一个个箱体买过去之后 他去卖给具体的这个店家 然后他在不同的国家 连锁店里面 他要去招人去做安装 做调试 做维护 所以他是中间商 他要有一个团队 会做这些事情 他还要能够培训好 当地的包工头施工队 去做我们的瓶体的安装调试 那这个时候 我们给行业用户做的这些专业软件 专家版软件 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痛苦的 当时给了一个很具体的反馈 说如果用诺瓦的系统 以前如果用诺瓦的系统 他们可能一个时工队的 可能初中高中水平的这些工人们 花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 能装好的屏 三思的这套软件 我们的系统 我们的接线方式 我们的说明书 交给同样的一批人 可能需要四到五个小时 才能装好同样的快评 那这些费用 这些成本是按照 人工的时间来算的 每个人 每个小时多少钱 这个我们的二道贩子 我们的代理商 是要付给当地的 时工团队的 那一点五个小时 跟四五个小时的价格 就差了三倍多 那一定是他们不乐意看到的 所以他提了一个很强的需求 说我也要简化版 我也要傻瓜版 我这个橱窗屏没有异形的 我们不需要什么三角形的屏 不需要菱形的圆形的屏 我就是方块的三乘三 二乘六 这种在窗户里面 贴着这块透明的玻璃窗 装一个长方形的屏 我为什么需要有各种各样 不同的接线方式 为什么需要有各种各样 异形的设置 不同的箱体大小 不同的芯片让我选择 我总共就买了 你们六个型号的设备 你的下拉框一拉出来 给我了一百多个型号 我不知道我该选哪个 这个就是以前的用户群体 它遇到的问题 跟我们现在的用户群体 它不一样 所以我们需要有新的产品 来去解决它 那第三个说 假如 这不是第三 假如我们的职责是说 改变未来的交通方式 我们怎么做 这是刚才那个问题的延伸 那当我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如果我们开始想了 像什么自动驾驶 直升机 或者是什么机器人 等等这些 其实是需要停顿一下 来回想一下 刚才我们提的那些问题 如果我们想要去知道 或者说设定一个战略 去解决未来的交通的问题 我们应该要先搞清楚 现在的交通方式 存在什么问题 是拥堵的问题 还是过路费太高 还是事故太多 安全性不够 还是说现在路上跑的车 环境污染太严重 还是说现在的这个 坐公交 坐地铁的时候 时间那么长 没有什么娱乐的方式 那到底现在问题的痛点在哪里 我们搞清楚了之后 解决这个痛点 而不是我们抛开来这个痛点 直接去想着 我们凭空 设想一个未来的交通方式 然后去替代 那么搞清楚 现在存在的问题之后 我们要知道 问题之间的相对重要程度 是怎么样的 比如说 国家认为 我们的机动车 废弃排放太严重了 那么 它同时认为 我们的公共交通系统 利用力不足 或者说远远不够 其实这里面存在一个矛盾 就是 我看过有一些机构的统计 我们家庭拥有的这种 小型的乘用车的排放 废弃排放 污染物排放 可能只占 北京或者上海这样城市的百分之二点几 而那些大卡车 公交车 这种大型的柴油机 包括说载重的这种客车 它的排放可能是 几倍于这样的量 虽然它的数量很少 但它的总排放量非常高 那我们去发展这种 公交系统 货运系统 跟我们去减低排放 其实是有冲突的 到底哪个问题更突出一些 这个是我们解决问题 所需要排的 就是优先级 解决一些关键问题和 解决一些次要问题 往往他们的目标方向是冲突的 我们要又快又好又便宜的发展 这个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选两个 甚至有时候只能选一个 那当我们做出这样优先级的排序的时候 我们会影响到什么样的人 比如说当机动车限号的时候 坐公交 坐地铁出行的人 不会受到影响 但是北京单双 杭州单双号限号 北京每天限两个尾号 上海说很多高架限行等等这种 它其实更多的影响到的是车主 那么影响这些人跟我们获得的收益相比 到底哪个更重要 我们让 互排的人在高架上面开得更爽了 让没有互排的人在底下更拥堵了 这个对于 政府想解决的问题 它肯定是背后有一套模型要来算 那我们自己也是面对相应的问题 我们把同样一个功能 比如说Star River里面 我们对灯的配置和对灯的操作 放在不同的模块里面 还是放在相同的模块里面 如果放在相同的模块里面 可能从开发的角度 我们是一个地图界面 用户操作的角度 我在一个界面里面 我想改就改 想空就空 但是它的代价是 我们可能在权限控制上面 会有更多的困难 在功能的这种 API的区分 安全性上面 可能会遇到更多的困难 那这里面会有很多的权衡 或者更通用一点的说 我们在安全和便捷之间 如果技术水平是相等的 这两者之间本身 它其实就是矛盾的 我为了安全 我要做加密 那我可能速度会慢 因为我要多加密和解密的步骤 我可能需要更多的配置 我要去设置密码或者密钥 我要加一个服务器来做验证 等等这些工作 那本身所有的这些 要么是麻烦了我们的工程部 施工 调试人员 要么是麻烦了我们的最终用户 或者刚才说的代理商 那这些都是 每做一个决策 我们会来判断到底 方便哪些人 然后去不方便哪另外一部分人 那这些决策是需要我们 事先明确好 并且大家达成共识 以文字性的形式 记在我们项目的输入里面 以免在项目的后期 反复的去争论同一件事情 那这里有一点就是 我们这些讨论 其实是有一定的前提 或者有一定的这种外在条件的 不是说我们做出来的结论 就不能去修改 而是说当外界环境没有变 我们所有这些输入条件没有变的时候 我们没有必要把这些问题的结论拿出来 反复的去编试 反复的去修改它 那么回答这些问题都是为了知己知彼 就是我要知道我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为谁解决问题 我跟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产品竞争 搞清楚这些之后 才能够找到自己前进的方向 那刚才最后留了一个尾巴 其实就是我们要有非常清晰明确的优先级的策略 那举个例子来说 在10月份的时候 董事长连续开过三次会 也就是讲我们照明标准品的开发进度延后之后的问题 那当时第一次会的时候 他提出来说 我们有三个标准品的重点 一是国外亚马逊要销售的产品 二是华为合作产品 三是其他标准品 那么国外要销售的产品 其实非常多的 我们的Styla Wi-Fi指纹灯 我们的安防灯 还有非智能的一系列的产品 华为销售的合作产品也有不少 我们的智能球炮灯 植物生长灯 还有我们球炮灯搭售灯座的两种台灯 那如果是我们按类别产品线来划分的话 优先级排的排算清楚 国外华为其他 但是不管是我们APP这边 还是电子开发 WiFi模块那边 都面临着一样的问题 就是国外的那几款灯 我们是同一批人在做开发 国内的这几款灯也是同一批人在做开发 甚至在某一个时间段内 电子的WiFi模块里面 确实只有一个人在做所有的球炮灯的开发 就下午剩一个人 那这些产品之间的优先级是怎样的 在第一次会的时候 第二次会的时候都没有明确 第一次会说华为和亚马逊并重 然后第二次会的时候 给了一个补充说明是亚马逊和华为冲突的时候保亚马逊 那线下我们再跟文心去沟通的时候 其实安防灯 球炮灯和植物生长灯 西顶灯等等这几个产品之间 其实内部是要有一个优先级排序的 那这个排序是我们在决定工作的资源分配的时候 倒逼过来 逼着大家逼着整个产品团队去明确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测试中心 测试中心要测我们的Dansom的APP 每次做测试的时候 可能iOS需要一周 安卓需要一周 那测试之前去制定它的测试用力 因为有几百条 照着华为的那个样例来学的 也需要可能有一周或者两周的时间 那每个产品都是这样子 到底我是先做植物生长灯的 还是先做球炮灯的 没办法说同时来 同时来那就是两周加两周 四周以后才看到第一份结果 这个谁都忍不了 那就必须要把文心 把何笑亮 把江老师 测试中心的人 我们电子拉到一起来 大家说说清楚 哪个重要 是先做安华灯 还是先做植物生长灯 还是先做StellaWiFi的球炮灯 那只有把这个问题达成一致 写进会议纪要 当我们测试中心的同事 温志超他们在做测试的时候 才可以安安心心的说 这周我就只做安防灯的测试 你们植物生长灯的单子过来 我接着 还对 你们谁也别说我 大家开会定下来的 不能说是植物生长灯和安防灯 两个产品负责人是独立的 然后分别下了单子 都说我一个礼拜要 但是一个礼拜以后 我交出来一份 另外一个人把我妈的狗血领头 这个其实以前我们常常遇到 我们自己部门也常常遇到 业务员跑过来问沈公 问曾磊 说这个软件 这合同我要定制一下 要多久 我们成了一个系数 对吧 需要一周 我们说两周三周 告诉他 第二天早上 他就下一个任务单下来 12月20号开始 三周我要东西 可是你告诉他的是公时 你没有告诉他 或者你告诉他 他忽略没听的是 我现在的任务已经排到1月20号了 这个之前我没法开工 但假如说若干个业务员 一步二步三步分别给你下单子 都按12月20号开工 你是没有办法接这样的任务的 所以优先级策略就逼着我们 必须让业务跟业务去PK 就是两个业务员同时下了一个单子 他们的任务究竟哪个优先级更高 我们有时候很难受评判 那需要业务员之间来沟通 如果业务员沟通不了 那么一是我们可以找院办 像李英琪、赵宏睿 让他们去沟通 二是我们可以去找 影校中心的领导 因为涉及到利益了 这个业务员他们签了合同有交期的 如果交不出来他是要跟业主去求爷爷 高奶奶的解释 去拖延 去喝酒 对吧 那么为了让他心甘情愿的喝酒 可能要么我们替他喝 要么让影校中心的王一华盛开 他们去协调 到底谁去喝 对吧 两个业务员 你们到底谁去喝 另外一个人拿着软件研究所出来的产品 去给业主做交付 那优先级策略就是在产品跟产品之间竞争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先做哪个产品 在功能和功能竞争的时候也有个问题 我们像Stella Wi-Fi Star River V3也好 还有其他所有的产品 其实变得越来越复杂 功能和功能的冲突 一定会伴随着整个产品的开发周期 两个功能X和Y 在周会里面或者在Scrum Planning的时候 我们去讨论说 这个Sprint我们到底做哪个 或者这第一个版本里面到底做哪个 势必他们之间会去争夺我们的时间资源注意力 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的是聚焦 我们就选一个 因为假如说我们不说假如吧 就两个功能一定是不存在说X的重要性等于Y的 这两个一定一定如果我们刨根问底的话 总有一个比另外一个更重要 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么优先级给问清楚 除非我们资源是无限的 那这个不可能 那我们在面对这样的选择的时候 两种情况 要么我们从研究院 从部门 从组里面获得更多的资源 独立的每个人负责一个功能 要么我们决定说 这个Sprint我们做X 下个Sprint做Y 那假如说我们面临着一个选择 说Sprint做到一半 或者版本做到三分之二 说这个版本是不是做到60分就这么发出去了 还是应该多争取一些时间来再把它做到90分 那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可以说是我们在几个月前做规划的时候 就可能出现了一些瑕疵 是我们在之前过多的把优先级不同的XYZ这些功能放到了这样一个版本里面去 所以我们只能够把这三个功能都做到60分 那一件事情或者一个功能或者一个产品 它要么很重要 我们要把它做好了才能交出去 要么不重要 让位给其他需要做好的项目也好 功能也好 那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自己在看华为的产品 看苹果的产品 看微软的产品的时候 他们的整个这个发展历程 包括我们自己日常使用的GitLab的时候 其实或多或少能看到这样决策的影子 比如说苹果的产品锤子也学了 到很久很久之后它不能换壁纸 你说换壁纸这个功能很难做吗 做到60分是非常简单的 比如说我们的GitLab 在初期它的issue里面并没有加入时间跟踪 就是我登记里面的耗时 或者登记里面这个issue的预估时间 这样的功能 issue tracking的功能是没有带 所以当时早期我们上了两套 一套GitLab 一套Redmine 一个管任务管代码 一个管任务一个管代码 但是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个当前版本的GitLab 它的issue里面可以登记预估时间 可以登记耗时可以修改一顾时间 可以做任务的分配 可以做版本 可以做Mathstone等等都可以了 当我们刚刚上GitLab的时候 它只是一个早期GitHub的拷贝 但是现在它连需求管理 连这种后期的自动化的测试 发布等等这些功能全都补齐了 那如果我们是GitLab早期的团队 现在30来个人坐在这里 我们大家来讨论说 我们要做一个 供给中小企业的开发管理系统 我们会不会 我们现在自问一下 我们会不会说 需求管理是必须的 自动化的测试是必须的 发布的部署系统是必须的 全线管理系统是必须的 项目的这个pages就是类似GitHub pages GitLab也有pages是必须的 邮件通知是必须的 跟微信跟比如说像trello跟Redmine这样的集成也是必须的 因为我们有很多关键的客户要这样一个功能 如果这些东西都是必须的 那么从GitLab这样一个已经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团队来看 他花了差不多六年时间才从第一个版本做到现在这样一个完备的状态 那假如我们一个创业的团队创业的企业 在第一天我们认为这些东西是必须的 我们花六年的时间 把它做成现在GitLab的样子 然后发布 然后事实上我们会发现 其实一年不到就已经这公司解散了 死了 寒冬裁员拜拜了 那这些功能里面是不是真的都那么必须 我们用了这么多年GitLab 没有用到他这些需求管理 没有用到他的后续的这些验证也好 发布也好的功能 一样好好的 这些核心核心的功能 我只要能做Git托管 我第一个版本就可以出去了 那之所以GitLab能够活到现在 也是因为他每一个版本 其实他聚焦了同样的一些事情 那很具体的一个案例 我说一下是昨天 我在做我们软件有所员工手册的更新的时候 我看到我们的员工手册编译次 跑一遍这个pipeline需要18分钟的时间 特别久 我想说我们的CIE的runner能不能同时做两个项目 然后我查了一下会有冲突 两次在跑的时候 因为我们用的是share的runner是用share里面跑 他会在同一个目录里面checkout两遍 然后分别的去执行 那没有办法保证这两个pipeline的执行是独立的 一定会出现冲突 我上了GitLab的官网去查 在四年前有人报了这个问题 就是说concurrency设成2以上的时候 会有这样的bug出现 两年前有人回复 一年以前有人判断了这个问题 是应该是GitLab Runner那个项目里面的 他把原来GitLab的意思我关掉了 给了一个链接 接受我移到了GitLab Runner的项目里面 建了一个新的艺术描述放进去 大家又进行了一番一番的讨论 然后在四个月以前有人回复说 这个问题我们在企业版里面已经有代码来修复了 我们打算在某一个11点2点级那个版本里面做发布 三个礼拜以前又有一个人GitLab的员工回复说 哎呀这个11点2这个版本里面已经时间不够了 我们需要重新规划一下把这个功能放在后面一个更加安全 更加稳妥的版本里发布 然后就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其他任何的讨论 那其实你说如果是我们自己面对这样的问题 我们是一个强需求 我们的资源有限 我们希望Runner可以同时跑多个项目 但是遇到了这个bug 我们其实非常急迫的希望GitLab能够把它解决掉 那我们想象一下四年前就遇到这样问题的一个团队 他报了bug给GitLab GitLab认识搁置在那里这么长的时间没有解决它 但是丝毫不影响GitLab飞速的发展 占有率逐渐逐渐的在提高 而且这产品其实也在不断的完善 那GitLab的一手里面 现在依旧开着的可能有几千个 那整个团队每一个版本 你想他一个月大概要发四到五个版本 每一个版本其实能解决的问题 在中间的那个版本号更新的时候可能是几十个 然后小版本号更新的时候一般是bug6三五个他就可以发一个 能解决的问题不多的 他随时随时还有新的问题再报上去 所以一定是整个团队在面对几千个具体的功能需求bug问题的时候 我们去挑到底其中最关键的十个甚至五个是什么 把它解决掉在下个版本发布 而剩下的那几千个呼声很高 可能也有几百个赞的问题 确实在几千个赞的问题面前 我们就把它搁置在一旁 不管它了 而且我们也不用等到这些问题真的解决掉才能够发布 那乔布斯曾经在一端视频里面说了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认为专注是说 对于我们想要做的那些事情说yes 但实际上不是的 专注是对更多更多我们也想做的事情也是很好的事情要说no 创新本身就是我们要在一千个想做的功能里面一千个好功能里面去说no 所以有这样的指导的思想才能够在零几年的时候出来像iPod的nano这样的产品 它把已经成为随身听主流的显示屏 那是从随身听里面去掉了 用户我就不让你选歌了 我有4GB 8GB的存储 你能存几千首歌 但是我不让你选 我只有一个功能就是随机播放 暂停播放 随机下一首 但是用户觉得也好啊 那没有什么用户说 我需要选歌而且我一定需要在iPod的nano上面来选 因为它同时还提供了iPod的video 那这种情况下面其实它是通过这样一个产品来针对了一个具体的人群 就是我上下班我要听歌我在路上跑步我要听歌 这些歌单是我选好的我导进去的 听任何一首我都觉得挺好听的挺开心的 我不需要在跑步的时候随时掏出我的有屏幕的iPod的video 在滚轮上面找到我要听的下一首歌 这不是我跑步时候想做的 我只是需要随机的有节奏感的一些歌 它是针对了一个具体的用户的群体解决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卖得很好 在我之前在群里面给大家分享过 混沌大学今年的一个年度大课 它里面有一课其实就讲的一个思想叫做 舍九取一 其实讲的就是聚焦嘛 包括企业也好 包括我们的个人的发展也好 都是需要聚焦 广度和深度一般来说很难去平衡 那舍九取一 其实讲课的那个李山友教授 他反复的在强调 不是说我们把十个主意里面的九个坏主意给丢掉不做 而是说十个都是好主意 我们要找一个我们做的最好的 然后专注在这一个主意一个产品一个策略上面 把这个策略指定下去 那之前在月报里面其实我也写过 比如说翻译 比如说打字 我们在隔壁那栋楼里面有很多文员 他们天天在做标书 其实就是一些word的操作 甚至是一些打字的操作 我们也有很多同事在电商 在显示屏技术支持 在照明技术支持里面做技术支持工作 或者是去现场帮客户安装软件 工程部有很多这样的人 我相信这些任务 我们软件或者我们研发的很多同事 做的比他们要好 这些文员的工作 你们打字比他们快 你们搜索信息的技能比他们更强 然后上周有总经班的人过来找我们 问有没有Excel的高手 帮他们做表格 以前财务也来问过 人士也来问过 我一概的回答就是no 是不是我认为我们的团队的成员 Excel做的不如总经班的文员好 那不是的 但是我们不该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做Excel的水平 如果是7分 总经班或者其他业务的文员 做的水平是5分的话 那虽然我们做的好 但是我们编程的水平是7分 他们的水平是1分或者0分 相比之下 我们更应该聚焦在我们的编程 在我们的开发上面 那么舍久取义这件事情呢 李商有还给了一个判断的标准 什么样是好战略 他说好战略的一种判断标志是说 它的对立战略也是好战略 举了个例子 说亚马逊 它的战略是说 用户想要低价的优质的产品 核心在低价上面 我要价格足够的低 所以它的战略是低价 低毛利 甚至是负毛利 来吸取用户 那长期以来 亚马逊电商曾经 长达十多年 它的毛利率是2%以下 小米上市前 雷军不是说了 我要始终坚持 我硬件产品的毛利率 不高于5% 所以他是 照着亚马逊这个战略来做 而苹果走的是 高价高毛利的战略 苹果一个 七八百美元的手机 它的利润可以达到 毛利率可以 毛利润可以达到 190到200美元 而三星一个 五六百美元的手机 它的毛利率 可能 毛利润只有 二三十美元 这就是他们利润率的 巨大的差异 所以苹果走的是 高价 高毛利的一个战略 这两个战略 完全是独立的 但是丝毫不影响 他们现在成为市值 全球第一第二的公司 他们用完全冲突的战略 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所以 好战略 它的对立战略 也是好战略 如果我们 立出来一个战略 它的对立战略 不是好战略 那其实 这就是一个无脑的战略 我要做好产品 跟我要做坏产品 这两个战略相比 这个不需要做选择 不需要去舍弃的 那么 在这方面有个反变例子 也是李山友 他当时演讲里面举的 他说 贾跃亭还在乐视的时候 有一次做PPT宣讲的时候 说我们乐视 在未来的三到五年里面 有六大目标 我们要做电视 我们要做汽车 我们要做媒体 我们要做等等等等 各种各样的 六大目标 招来的一个评价是说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能做好其中一个就不错了 那事实上 其实你说 即便神道像 伊隆马斯克这样的 神一样的人物 他其实在每一个时期 也是聚焦一件事情 先是去做 这种绿色能源 太阳能的这种电池 然后再去聚焦 说电动汽车 电池管理 然后再去聚焦 说这种火箭的发射 回收 然后现在可能又 转过头来 聚焦这种 尖端的医疗 但是他其实每一个时期 他是聚焦在一件事情上面 如果他在 九几年 他还在做支付宝的时候 他就说 我要做六件事情 我要做 全球性的数字支付 我要做电动汽车 我要做火箭发射回收 我要做 这种 绝症的医疗 然后我要在06年 把这件事情全部完成 那现在就没有 这些特斯拉 或者这些企业了 因为同时做六件事情 做不下去的 特斯拉每年亏几十亿 如果不是 他之前的那些项目 给他建立的 个人的这种口碑 创业的成功的经历 他是很难再忽悠到 后续的钱来投资 他去做后续的这些尝试的 那么以上我们说的是科学制定目标 接下来我们说说 以上说战略 然后我们来说这个战略里面说要有目标 怎么来去定 制定目标的原因是 他能够帮我们 更快的用更少的精力 来获得更大的成就 制定目标 他给我们整个团队带来的好处 有这么几点 首先是我们有共同的 拉齐的这个愿景 或者说我们看到的未来的这个方向 就跟我们围绕在什么什么样的中央周围一样 我们其实一个团队 如果围绕在一个共同的追求 共同的目标周围 我们自己的方向可能会更加的去同 那有清晰的方向的话 我们就可以来判断不同的项目 不同的任务 不同的邮件 它其实跟我们的方向的这个中间的夹角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的方向是正北 然后有一封邮件 他要我们做的事情是北偏东转度 另外一篇邮件 他发过来的是 就是让我们朝正北方向迈一步 那其实这两封邮件的优先级 我们有了明确的方向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该先回复哪个或者先执行哪个 这个是有指导意义的 那清晰的目标呢 也能够驱动我们去获得资源 去搜集知识 那这是能够激励我们去取得更好的成就的 第四点是说有一个清晰的目标 有一个确定的目标之后 也有助于我们在月度 在季度 在年度的时候来评价我们做的到底怎么样 如果我们不知道目标 比如说销售每年 他说我要订一个销售额的目标 如果这个销售额的目标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值 还是说越多越好 那在每周的他们的办公会上 或者半年度季度总结会上面 一季度如果做了三个亿 四个亿 五个亿 那做的是好还是不好 是很难去客观的评价的 只有说我们定了一个目标 十三亿 十四亿 十五亿 还是二十亿 然后一个季度做了三亿 做了六亿 我们就知道是做的好还是不好 是跟我们定的这个目标去相比 来做清晰的这种衡量 那最后有目标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去有意识的 有目的的去做计划 这里面目标和计划是不一样的 目标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点 而计划是中间的这条线 这里面其实对刚才的几点 做了一个诠释 其实当我们从公司的CEO这层 如果他有一个目标 他可以分解到各个部门 各个部门可以分解到各个组 各个组可以分解到各个人 其实所有人的方向最终是通过自己一点微小的贡献 就做了三件事 然后汇集到一个部门 他可以实现更大范围的一些成功 然后部门的成功是对于整个公司的成功 其中的某一项有关联 最终汇集到一起去是做加法 做加法很关键的一点 我们的量纲要一致 我们的单位要一致 如果单位不一致 大家做的东西不一样 方向不一样 那么是加不到一起去的 那制定这样的目标 应该有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这个目标写的 到底好不好呢 在几十年前就有人总结过了 他说要制定smart goals s就是具体明确specific 到底我们这个目标要完成哪些事情 不完成哪些事情 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界限划清楚 第二个m是measurable 就是我们要可衡量的 比如销售额15亿是一个可衡量的目标 客户满意度高 就是一个不可衡量的目标 这个灯的可操作性强 是个不可衡量的目标 我要开灯在界面里面 只需要经过三次鼠标点击 或者键盘点击 就是个可衡量的目标 第三点是achievable是可以达成的 就是当我们定2019年的销售目标 是100亿的时候 我这个A就是不符合的 如果我们定它在现有的技术上面 我们现在今年可能14亿的销售额 14亿左右吧 可能少一点可能多一点 我现在不太确定 因为还没完呢 如果我们定19年是15亿也好 16亿也好 17亿也好 这可能都是achievable的 但是100亿 30亿 50亿 那都是非achievable的 二是relevant 就是我们定的目标到底跟我们承担这个目标 执行这个目标的人或者团队有没有相关性 假如说我们把销售额的目标定在运营人员 定在研发人员身上那就是不相关的 比如说如果我们给电商运营我们34LED公众号的人定销售额指标 你除了基本工资以外拿销售额的提成 电商产品销售额的提成 那这个目标对他来说就是不相关的 因为他公众号写得再好 对他的销售额没有什么影响 最后一点就是timebound 就是每一个目标其实都是要有时效性的 这个时效性本身也会影响之前我们的这些achievable 或者measurable或者specific 假如说我们定了一个销售额10亿 这个10亿是半年10亿 还是一年10亿 还是一个月10亿 这个时效不一样 其实这个目标本身的做法会有很大的差异 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 能够用Zigbee控制的智能家居的套装 这个目标如果是两年完成和一年完成和半年完成 一个季度完成 我们的做法我们可以达到的前面具体的specific范围 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时间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在定这样的目标的时候 有几条规则原则 首先是一时为重 就是我们要清晰的通过那个specific的方式 清晰的描绘我们的目的地是怎么样的 我定了一个目标是我要到某一个状态 或者我要到某一个产品的功能达成的这种局面 或者我要销售指标达到某个数字 客户满意度 或者说有多话用户数 这个是一个清晰的未来的某个点 那我们要把这个点给描绘出来 描绘这个点的时候 其实跟刚才我们问的问题有点相似 假如我们真的看到了或者达到了那个描绘的点的时候 你开不开心 那很多时候我们定的目标不见得是能够做到这个效果的 比如说今年的四季度 以前我其实定了两个目标 一个是我们要做持续集成 一个是我们要做代码审核 那这两个目标对于一些人来说可能如果做到了他会挺开心的 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如果做到了他会挺痛苦的 那因为有这样的区别 所以我们在去实现这个目标的时候 去奔着这个目标努力的时候 我们的主动性 我们的责任心会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是自己来制定自己的目标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想清楚 你到底在达到这个目标之后 你是不是会开心 是不是会满意对自己照着镜子以后 你觉得这家伙做得不错 如果说你定了一个或者说按照其他人给你说 我给你定这个目标 我是为你好 然后你说那我就接受吧 我就以此为目标吧 那这个目标定出来 我是不相信我们能在一个季度之后把它完成的 是我要自己为自己好 定出一个你自己会感觉到开心的 你知道想要去哪里的目标之后 我们要把中间的步骤 心里面要有个大概的轮廓 有这个轮廓 在定目标的时候 有这个路线的轮廓的意义是说 刚才有一个叫做achievable的这个点 如果我们在定目标的时候 都不知道怎么走过去 那其实这个目标写出来 是基本上没有办法达成的 如果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世界上有船这个东西 我说我定个目标 说我要去日本 那就很难 没有船的时候基本上也不会有飞机 那郑和下西洋之前是因为它有这些基础在 它知道有一些近海的这些航行 所以它定一个目标 或者说它无目标的在海上漫步 它才能够到达一些更远的地方 那我们只有有了一些粗浅的概念 我们说GitLab CI在去年 或者说在今年我们的软件研究所员工手册里面 有一些尝试应用 有过一些摸索 所以我们知道如果要在其他的QT项目 安卓项目 C++项目里面怎么去使用它有一个模糊的概念 知道能做需要哪些条件 我们定一个目标说今年四季度我们去实施这样的一个CI 这是有可能能做得到的 这一点其实跟刚才说 你自己定的目标让你自己开心 那你要实现的目标是需要你自己制定的 我们部门要实现的目标是需要我们自己部门来制定的 摊派给我们的目标 十有八九是要么不科学 要么模糊 要么时间不是那么的对劲 要么 非achievable 所以如果说我们制定目标的这个人是实现目标的责任人 那么他参与制定目标 可以让他对这个目标有更准确的清晰的认识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就会产生一些责任感 我是这个目标的主人 因为我定的他 他是我写出来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制定目标的讨论当中 其他人 团队也好 其他的部门 其他合作的需求方也好 他们对这个目标实现的这种描述 在负责人参与制定目标的过程当中 他会知道其他人的期望是怎么样的 尤其是验收方或者是需求方对这个目标的验收标准 如果在制定目标的时候是明晰的 我们做的过程当中就会少很多的反复浪费 那制定了目标之后是要有意识的持续跟踪目标 两个点 一个是要持续跟踪 之前在做PM实施的时候 其实研究院有一个想法 是说我们在PM上面的所有的活动 在明年后年的某个时刻 可能会开始作为我们阅读 几下考核的一个数据员 就跟我们现在GitLab上面会有耗时 会有任务的分类等等这些一样 但是因为GitLab 那个不是GitLab PM的实施顾问曾经说了一句话 他说按照他乐观的预估 可能短则一年 长则三年 我们在GitLab上面的数据 才会比较的稳定科学客观 而初期的数据一定是很杂乱很低效 这种偏离异常点很多的 没有办法用来考核的 但是我多次多次的在跟研究院的人说 我说如果我们想在明年 想在后年拿这个数据来做考核的话 今年19年的一季度开始 我们就得把这些数据采集下来 每个月去看 如果我们不采集不看 寄希望于20年的时候 这些数据自动的变好了 数据 技术数据采集够了 我们来定一个规范来考核 那是肯定会失败的 因为我们到底采集的数据对不对 我都不知道 有没有遗漏的其他希望采集的数据 我都不知道 所以要有意识的持续跟踪 每个月 甚至每周来跟踪 那之所以我们每年能够 较好的完成销售额的指标 是因为每周一的上午 销售都需要跟总经理 董事会去汇报 跟其他的所有的部门的中心的领导去汇报 截止上周五或者截止上周日 公司总共完成了销售额 合同额多少 发货多少 库存多少 接下来的这一周里面 我们计划要签的合同有多少 是每周在汇报这样的数据 每周在跟踪我们销售额指标的完成情况 这样的话 如果2月份 3月份发现 怎么才签了一个亿 今年已经过去一个季度了 就可以及早的去调整资源 调整这种产品的规划 调整销售的策略 定家的策略 如果不是持续的 我们半年跟踪一次 如果真的到半年的时候 你发现只销售了一个亿 那完了 那下半年你拼死 把这一年做到十亿 也就了不得了 所以持续跟踪 并且是高频的持续跟踪 多则每月 短则每周 很多互联网的公司 甚至做到实时的 比如说像滴滴打车 或者是像 Google这样的公司 他在做决策的时候 是可以实时的看到一些数字化的看板 第二个是有意识的去做 就是我们不是把一个目标放在 或者说这个衡量的这个指标 放在我们的月报里面 我是对上的去呈现 而是说我们这些数据是公开的 大家每个人可以看得到 到底团队的时间 个人的时间花在哪里 所有团队的人应该能看到 你所做的这个APP 做的这个Stareable产品 在用户那里 他们的使用习惯是怎么样的 操作的日志是怎么样的 每个人都可以来看 设计师也可以 程序员也可以 项目经理也可以 技术知识也可以 那么有这些数据以后 你才可以通过数据来驱动 后面的决策 那么数据驱动决策 它其实现在通过越来越多的 互联网公司的实践 其实基于数据的决策 会比人的直觉做出的决策 会更加的安全和失误率更低 那有几个level了 第一的level是我们公司级 出一个dashboard 摆在总经理摆在董事长面前 当前工厂的产能是多少 当前的产量是多少 当前销售额多少 当前的员工数有多少 当前投诉率有多少 摆一个电视机 摆在老板的办公室里面给他看 其他所有人我们都不知道 然后老板看到这个数据以后 下了一个指令 下到研究院 研究院看到的是 PM里面研发的那部分的看板 这些数据我们也看不到 然后 陈博士看到看板以后 他发现有个问题 他下了一个指令 到软件到电子到结构 我们看到的是部门的看板 我看得到 然后你们看不到 我看到说 技术支持的时间花的特别多 产品研发的时间花的特别少 好我具体到个人 我跟沈公说 我跟刘公说 我说这个产品上面要多花点时间 技术支持那边 我们想办法外包 外包给测试中心也好 江老师系统那边也罢 然后这个信息呢 也是单线的 我只告诉组长 或者告诉产品数的人 其他人不知道 这是第一集的 就是所有的信息层层的封闭 然后第二集是一个中等水平 我们可以做到团队集 就是我们部门 或者Star River团队 或者Stella团队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团队做的事情的 相关的量化指标 安装书啊 用户操作时长啊 Crash的几率啊 等等这些指标 每个人都可以看到 这样的话 其实团队集就省去了很多 获取资源 获取信息 获取数据的这个授权过程 或者说代理的过程 你不需要通过我 不需要通过总经理的这些指示 才能拿到信息 那最高的level是说 我们团队当中的每一个人 每一天都在跟实施的数据打交道 这些数据包括我们工作做的怎么样 包括我们 做了一些代码的变更以后 用户的反馈怎么样 举个例子 如果我们做完Stella Wi-Fi的新版本 界面或者Stella River的1.0到2.0的变化的时候 我们发布给用户 用户的使用习惯有没有变化 你知不知道 这个可以非常直观的让程序员 让设计师知道我们做的这些变更有没有影响 比如说如果我们做了一个决策 说从百度地图切到Google地图或者切到搜狗地图 把地图的后台换掉 那换掉这个后台以后 在用户的手机上面地图加载速度有没有提高 如果你换完的第一天 你发布的第一天 你在采集数据 你在设计师和程序员你在看这个数据 你可以看到一个个用户加载速度 多少秒多少毫秒 一直在反馈回来 我们看到这条曲线 平均加载时间跟去年 是阶梯式的下降了 还是阶梯式的上升了 你可以立即做出反应 你知道你的这个动作 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对于用户来说 那么你做这个决策 是科学的 你可以知道到底是保留这样的变更 还是撤销这样的一次变更 如果你做了一个决策 做了一个功能 你不知道用户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数据 那么很可能做出来的就是无效的 甚至是可能是有负面影响的一些功能 交到了用户的手上 但是我们根本不知道 没有数据来告诉我们 有一句话 可能大家已经司空见惯了 在很多地方 一些朋友圈文章里面可以看到 You get what you measure 你测量什么 你就得到什么 但这句话常常被误解或者曲解 假如说这句话 从字面意义上理解 它就是正确的成立的话 那作为公司来说 我就measure税后利润就可以了 You get what you measure 我measure税后利润 我就得到了很多很多的税后利润 但是不现实 其实我measure的这个东西 我为此负责的这些责任人 目标的责任人 到底我的行动能不能影响这件事情 是很关键的 如果我们就像刚才提的 我如果给公众号运营的人定销售我的指标 我做的事情 我日常的工作能不能影响我这个指标的变化 如果不能影响 那这个指标摆在那里就是给我看的嘛 如果我们要是税后利润 给程序员设个指标叫公司的税后利润 或者我们销售的软件产品的税后利润 我们做什么都没有什么影响 我们做的事情跟这个目标是不相关的 那么这个指标摆在那里 其实是没有用的 我get不到我测量的这个东西 但是坏指标是符合这样一个定律的 如果我们定的指标是代码行数 那真的只要我敢定 大家就敢写 如果我们定的指标是 如果我们给测试工程师定的指标 或者给开发工程师定的指标 是解决掉的bug数量 那么我一定会get到很多自产自销 自己处理掉的bug 对吧 如果我们get到想想办事的东西 是我的注释量 我是不是每个函数都有注释 那么短则一天长则一周 你们每个人都会掌握一些 自动添加代码注释的工具 给每个函数加上一些注释 它的返回值是什么类型的 然后这些自动加的注释 是可以通过各种各样去判断 有没有注释的工具的这些测试的 但是通过不了人的测试 因为这个函数参数名后面 是需要你写一句 到底这个参数是什么东西 这就是你写不写 工具可能很难判断 所以定了坏指标 一定是可以get 我衡量的东西 好指标不一定 那到底有哪些好指标 是可以长期来看的呢 就是 我忘了 这就是从哪里超过来的了 就是学习成长的速度 有什么事情 什么工作 什么技能 什么项目 什么功能 是一年前的你不会做的 一年后的你 现在你会做了 能做了 这是你学习成长 如果这些事情 你列出来的清单非常的多 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一年前我不会 比如说一年前 我不会做安卓开发 现在我会了 一年前我不会做动态的图表 现在我会了 一年前我不会做除去几成的配置 现在我会了 一年前我不会做大马精彩检查 现在我会了 一年前我不会用马克档 现在会了 一年前我不会用文猛文件的形式去画流程图 现在我也会了 那么你觉得今年我成长了不少 如果你发现去年做的事情 我今年 今年现在能做的事情 去年的我一样也能做 那么去年就没成长 那分享度是 今年我帮别人解决过什么样的问题 我帮助别人有多少的这种成就感 协作性 就是当别人提了一个需求 请求的时候 我的响应能力 我的响应速度 响应程度是怎样 这种往往是技术上面 或者是技术知识上面的挺多的 那包括他人的认可度 我们衡量一个人的时候 就是现在可能很多人在转正前 或者试用期的时候 会收到360度评价的这样一个表 那其他同事 跟你工作上面有交集的同事 是怎么评价你的 我往往会发现 同行评价较好的人 他的成长速度是比较快的 他的协作性是比较好的 这是一个挺不错的 侧面评价的指标 但是反过来说 就是他人认可度是怎么来的 我们并不是因为江老师 每次在群里发很多红包 所以我们对他的同行评价很好 而是因为他在很多决策性上面 我们刚才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说XY这两个功能 哪个优先级更高 他往往敢于拍板 告诉我们哪个优先级更高 那是因为他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 他承担了很多的责任 承担了很多的风险 做了很多的决策来帮助我们 理清思路 确定目标 明确优先级 所以他通过他的努力 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达成我们的目标 达成我们的 实现我们工作的计划 规划 所以我们对他的评价很高 那有这样的目标之后 我们要让目标对组织里的 每一个人可见 这个可见的含义 一是大家可以协调一致 二是我们可见了之后 可以让别人记住你的目标来督促你 当你写下一个目标 发布出来公之一众的时候 你就可以有更多的动力 来去遵守你的诺言 就是从一个视角来看 但是说句题外的话 我在另外一个菜脑演讲里面 也看过一种说法 是说写下目标 有时候不是一件很好的做法 是为什么呢 是说人的心理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 是说当我把一个目标写下来 把一个目标公之一众 发了朋友圈之后 心里面可能隐含的一个活动是 我写下来已经做出了 迈出了第一步 我已经在这个目标上面有所建树了 然后就把它抛之脑后了 所以我想想也是对吧 很多时候我们2018年的新年愿景 列了很多对吧 然后现在是不是把2018改成2019又重来一遍 那很多时候我是公之一众了 朋友圈里面写了一句好言状语 然后就认为我已经做得很好了 是不是 这个所以应该是让更多人看到 并且实时的去回顾 那说到回顾呢 就是回顾 为什么要回顾 它的目的意义在哪里 是为了让我们始终的去 时不时的看看它是不是还符合那个smart原则 并且去重新的审视一下我们当时定这个目标所基于的条件 环境是不是有变化 那回顾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要问 其实问题的核心都是说我们 定目标的时候的那些问题 假如说我们在18年的12月份定了一个目标 19年的1月份我就已经实现了 你回顾的时候看到说 假如我们依旧是在3月份4月份完成这个目标 你还happy吗 你不happy了 因为这目标太简单了 没有什么成就感 那包括一些其他的问题 都是说我们有没有持续的去追踪它 那如果是涉及到我们要修订目标 也有一些其他的问题要问 就是修订的时候 往上针对说我要实现一个目标 有没有更好的衡量的指标 能不能更加清晰的描述它 常见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我们在定目标的时候 可能会关注眼前的那根胡萝卜 但是背后的这些东西可能会忘掉 但是实际上目标跟奖金或者其他的经济也好 非经济的这种title啊 岗位啊 职责的这种扩张 其实那些不是目标 那些是你达成目标之后 自然获得的后续的结果 它不是目标本身 真正的目标是我们要把就是脚料的那些问题 去把它解决掉 解决这些问题是我们的目标 所以定目标的时候 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去找到说是什么阻碍我们在前进 然后把这些问题解决掉 你才能拿到那根胡萝卜 嗯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说 如果我们定目标的时候 是从绩效考核的目的来抒发的时候 嗯 会遇到一个状态 说所有人在忙着做自己的kpi 但是所有人都不去解决发展的关键问题 所以我们每个部门每个人都做得很好 但是整个组织团队失败了 最好的例子其实是诺基亚在失败了之后把手机业务卖掉的时候 他们的CEO说了一句话说即便到现在我们回顾过去十年里面我们做的所有的决策 我们不认为我们做错了 但是我们失败了 其实诺基亚在07年的时候是全球手机销量的第一占有率第一 是那个时候的Budge 但是他没做错什么呀 从07年到12年的时候他每年诺基亚手机依旧比前一年的诺基亚手机 每个季度依旧比前一个季度更好 但是他依旧失败了 所以他的KPI肯定每个部门销售也好研发也好都在实现 但是整个的这个战略的关键问题没有成功的切换过来 所以我们在定目标的时候 在做战略规划的时候是应该要跟我们的绩效考核给脱离开来 所以我们今天所有说的这些目标的制定 都跟我们2019年的几校考核是脱钩的 是大家的目标的达成 比如说有些人说我定了一个高的目标 有些人定了一个低的目标 完成度不一样到季度回顾的时候 那这个完成度跟月度考核跟年度考核是百分之百脱钩 不会因为你的完成度是百分之五十 另外一个人的完成度是百分之七十 所以你们在阅读考核的分数上面 在奖金的比例上面 在计划工资的系数上面会有任何的区别 这个完成目标是我们解决发展的问题 是去解决这些困难 计划考核是日常工作的一个评价 所以这是刚才说的这点了 我们制定目标 制定规划 完成计划 这个欧的这个部分是跟经济收入不关联的 一旦关联的话 那些可能有风险的试错 就会从我们的目标里面通通移出去 就变成是反过来的 我做了什么 我能做什么 然后我以此为目标 最终把我预见到的东西实现掉 那么以前做的什么 现在还是会去做什么 不会有什么改变 接下来是说第三个部分是我们的OKR的一个介绍 整个的发展历程 简介一下是这样的 就是在1967年的时候 德鲁克提出来一个叫做目标管理 叫Management by Objectives 说我们通过设定目标来管理整个公司 管理整个团队 管理我们个人的一个发展 后来逐渐逐渐发展到1980年前后 George Doran他提出来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smart这种原则 到过了几年 KPI这个概念出来了 这里面其实提到OKR是说99年 John Doer他把OKR带到了Google 那这个其实是说OKR的迅速发展 是在差不多这个时间 但是OKR的诞生大概是在1980年前后 就已经诞生了 就John Doer他在英特尔的期间 英特尔的CEO叫做安迪格鲁夫 他就提出来一个OKR的概念 当时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High Output Management 就是我们工作当中如何通过管理来得到高的产出 那本书里面他已经把他的OKR的思想 已经写出来了 所以安迪格鲁夫在英特尔实行了OKR John Doer在去Google的时候把OKR的这个概念和方法带给Google的两位创始人 然后Google的两位创始人在后续从99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每个季度给Google的 部门员工个人公司定OKR 用这种方式来做管理 然后把他们发展到现在 那么硅谷的很多新兴的互联网也在用这样的方法 那国内也有一些公司从10年前后开始实践这种OKR的方法 那么做一番简介 我们来看一下John Doer的一个视频 他是怎么来说OKR的 好 10点49分 休息10分钟 大家该干嘛干嘛 10分钟后回来 好了 10分钟到了 我们开始啊 刚才看了John Doer说的OKR的一些步道的视频 接下来的内容里面其实主要的一份参考书是我找的一个叫OKR实践指南的 是上海的一个创业职业叫明道 他们做项目管理工具 那OKR的那本书也是他们的创始人翻译的 所以这本实践指南是相对比较浓缩的一个版本 我把它整理出来 这里面开篇其实就说了一个关键点是说OKR的实施要点是什么 就是从战略出发明确目标 并且在比较短的周期里面聚焦关键的成果 那OKR像刚才John Doer所说的是 是不能替代我们绩效考核之类的这些日常管理的 但是他其实可以帮我们在刚才遇到的这种绩效考核 各扫门添血 但是发展的关键问题不解决的这样的困境里面 能够帮我们找出来到底我们高优先级的事情是哪些 让我们的工作目标导向性强一些 结果一直强一些 然后因为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以后 可以帮我们去打破一些团队或者是部门之间的这个鸿沟来加强协作 那同时呢OKR整个我们时间的过程当中是以季度的形式来做 所以相对来说我们的适应市场变化的这种能力会比我们做年度规划要快很多 那为什么要做OKR呢 我们先来看看他到底不能做什么 他不能期待技巧考核 整个OKR的评价里面我们评价的对象都是 这个目标的达成与否 这个关键结果的达成与否 或者是达成的程度 这是对事情的评价 不是对人的评价 也不是对岗位的评价 所以 刚才在整个的介绍里面都反复的提了N多次了 就是整个的这个评价和物质激励是不挂钩的 江多尔在他说Google的时间里面 OKR的清单和事后回顾时候的打分是全公司公开的 但是它和加薪和晋升没有任何关系 OKR能带来什么呢 就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聚焦度 这是最重要的也是第一重要的 第一个能够带来的结果 通过我们事先在制定目标的时候的沟通 大家可以列出个一二三来 到底我们最想获得的最想去的那个状态是哪里 我们当前制约我们发展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然后把精力把我们的生产的要素 时间也好人也好投到这个问题的解决上去 在一个明确的周期的一个季度里面我们达到我们预先设定的结果 然后呢有这样的聚焦度的时候我们可以短期内去攻坚战 其实大多数时候我们遇到的执行当中的问题都不是说我们的战略是不是正确或者错误 而是说我们定出来的那些正确的战略过于的模糊 所以没有办法执行的很坚决 我们接到的最常见的需求就是软件不好用你改一改 软件件不好看你改一改 这个你说做好用的软件做好看的软件 它确实是个正确的战略 问题是这个战略过于模糊 以至于你一行代码都不知道该怎么去改 那第二个是说我们能够培养团队成员或者定个人的OKR的时候 培养自己的目标和结果意识 当结果意识和目标感不强的时候 通过这种公开的集体的形式化的这种目标制定的过程 其实即便是当我们制定了两三个OKR部门的OKR以后 你发现我这个岗我这个个人的工作跟这个季度里面部门的OKR 其实关联性不是很强 但是你也可以在观察和参与的过程当中去看 其他人其他团队整个部门在实现这个季度的OKR的时候 我们是怎么来评价问题怎么来筛选目标 怎么去找到衡量这个目标实现的关键结果的 这个分析和确定的过程是我们可以类比或者说指导其他的OKR的 或者个人与工作无关的OKR的这个制定上面的 比如说我们的市场部的成员可能如果没有OKR没有目标来指引的话 我们会沉浸在日常的任务当中 每天发公众号的文章 发宣传图 发论坛里面的广告 但是到底我的工作有相信怎么样 我的工作带来的目标是什么 是相对模糊的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所有我发公众号的文章 发广告也好 做其他合作网站的活动也好 的目标定为是我要能够通过这些活动带来客户的咨询数量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分享销课也好 其他这种就是我的信息量 到底有多少个客户来询问 你有什么样的产品没有 有什么样的服务没有 就这些询问的数量是我们客户 是市场部成员运营的这个直接目标 那这就有关联了 就是我们所有的营销活动 包括国外亚马逊也好 这种Facebook Twitter的运营也好 能不能转化为我们网站的点击量 是一个他们很相关的指标 因为销售量其实是从点击量转化过来的 一层一层转化 销售网站或者亚马逊的商品页面有 一万个点击量 可能会最终有一千个人加购物车 或者说更少一点 一百个人加购物车 然后呢一百个人加购物车的里面 最终有十个或者五个走到了checkout的页面 然后有一个人可能最终把这个checkout完成了 下来这一单 那市场部的营销人员 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 跟绝客网站去做优惠券也好 Facebook上面发我们的宣传视频 圣诞活动页面也好 如果能够通过这样的页面导流导进来 一万个点击 那按照我们当前水平的这个转化率 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评估到 它的这个活动产生的收益是多少 一万个点击对应着多少个加购物车 对应着多少个下单 对应着多少的利润 第三点是说通过共同制定的目标 我们可以加强团队之间成员之间的这个沟通 因为我们如果说在制定目标的时候 有可靠性的设计 有测试相关的设计指标 关键结果的话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会拉品质中心的人 拉测试中心的人 过来参与这些关键结果的描述 怎么去写这样的关键结果 这关键结果是不是measurable的 如果我们测出来说 我们自己定一个说可靠 但是没有关键结果的话 这个目标达不成 这不是一个smart的一个目标 但如果我们定义出来说 这一个系统应该能在手机上面 持续运行7乘24小时不崩溃 那这是一个可衡量的指标 但是这时候我们需要 跟测试中心的人交通 你到时候测的时候 真得给我测7乘24小时 你有没有这个手段来测 那是是不是可执行的 是不是在当前的这个 测试的条件下面可以做的 比如说我要是说 我们的兼容性指标 我能够装在 多少种安卓手机上面 那我测试中心 能不能做这件事情 如果我说我能够 我的指标定成是 我在今年市场上面 不是京东销售排行前20的手机上面 没有兼容性问题 那这个指标就定在了 测试中心的人手上 他能不能找到这20款手机 来作为测试条件 如果他不能 他要想办法为了这个目标的完成 要想办法获得相关的资源 外包也好 买也好 公司里面去找人问 到底谁有什么样的手机也好 他要去负这个责任 而不能是我们 闭起门来 把这个指标定出来了 到时候写一张单子丢给他 他真的搞不定 所以他要参与到 这个指标的设计里面 当他参与过来以后 最终我们去要求 做这个介绍品测试的时候 其实他有充分的时间 因为是一个季度的目标 他有充分的时间 去来考虑这个目标 怎么去把这个关键结果 去做衡量 去完成它 通过每个季度都复盘 去重新制定下一个季度的目标 我们可以适应更高速的一个变化 最后一点也是 我们可以大家在一个团队里面 自发的去发现 到底谁制定目标的思路更清晰 谁完成目标更加的聚焦 更加的结果有效 那OKR会从哪里来呢 其实对于企业 对于我们部门来说 OKR应该是从使命远景过来的 其实我们往往会发现 我们的失败的根源 不管是小的失败 还是大的失败的根源 都不是战略错误吧 都不是我们没有定出一个好的战略 而是战略不够清晰见诀 我们始终在说 我们要做好产品 但是没有去定义到底什么叫好 也有一些 其实我们定的目标 跟我们的公司愿景 或者是使命不一致 所以会在知性的时候处处封闭 那这样来看吧 就是整个的使命愿景 会决定了我们的战略 就是使命是说我们为什么存在 我们这个公司这个部门 这个产品 是要帮社会上面的什么样的人 解决什么问题 这个是使命 愿景是说我们中长期的一个 这个想要看到的一个画面吧 就是比如说我五年十年以后 我希望我们的团队 我们的个人 我们的公司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这种一个脑海中的一个景象 那有这两个做指引的话 我们会来定相应的战略 战略就是说为了达到我们的五年十年的这个愿景 为了完成我们的使命 我们在三五年里面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有了战略以后 我们OKR开始了 是我们目标是把战略分解掉 成为一个一个的Modstone 一个一个的具体的 要近期一个季度 要聚焦在什么点上面 一个季度里面定了一个目标以后 我们会为了描述这个目标是否已经完成 定那么一个两个三个关键的结果 比如说销售额利润 他们定了一个目标之后 就它的关键结果可能是我这个季度要去攻克 类似海康 华为招行 普发上行 迪士尼 苹果 或者其他一些 我们想要攻克的客户 可能这是关键结果 比如说签下华为的框架招标合同 这是一个关键结果 当我目标定出来是15亿的销售额的时候 季度的这个关键结果 肯定不能是说我要3亿或者是4个亿的销售额 这个其实跟没定一样 这个销售额关键结果是你签下什么样的客户 签下什么样的合作 跟什么样的客户签下这种框架协议 合作伙伴 站立合作的协议 或者是说 对于研发来说 我的目标是 在第一季度我要做出什么样的一个新的全彩屏的箱体 全彩屏的控制器 全彩屏的软件 照明的软件 达到 就是我要把某一个版本发布 这个版本包含了什么样的内容 那有这样的关键结果以后 可能大的关键结果会拆到小的项目去 项目会拆到任务去 任务才是我们现在月报里面 强常去写的 我这个月到底做了什么 任务本身其实 比如说我做了一个全彩屏的信息发布 这种客户端 这个是我们的项目也好 任务也罢 它往往不是我们的关键结果 那整个这个树状结构是怎么来的 这个图可能描述的更加的清晰一些 就是愿景和使命是相对比较长期的 而目标是一个短期的 长不超过年度 我们实际去能够很好的实践的一般是季度的目标 看得太远的一般都是大升级人物 我们看到一个季度能够有效的规划就已经挺好的了 然后就是战略层面的到战术层面 是现在要做的就是一个个的关键结果 然后这些结果会拆解成一个个的to do list的清单 这些是我们做的计划 那所有在objective和往上的层面都是我们描述我们想要去哪 到季度的和关键结果的这些部分是说我们怎么去到哪 那在有一个人他叫Paul Niven 他写了一本书叫roadmap and relevation 就是路线规划和相关性 这里面他提了一个讨论我们的战略的一个方法 就是回答四个问题 什么推动我们向前 我们卖什么东西 谁是我们的客户 我们怎么卖 这四个问题怎么去回答 能够决定我们的战略 决定我们的优先事项 那什么推动我们向前 其实每个时期可能不一样 那对于我们研发来说 对于我们软件来说 我们要找到的是说 我们继续每次不停的在做新的产品 在做产品迭代的时候 我们到底反复造轮子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反复的去做新版本的控制系统 新版本的同样的一个灯控软件 灯控的app播放器的原因是什么 究竟为什么我们要在XMedia之上 做了一套Visual 在Visual之后又做了一个XStudio 为什么我们不断的在改版 我们StellaWiFi的设计 为什么我们要把单机版的 Starever改成网页版 网页版从只有前端和后端 还要拆成中间的服务器 拆出来一个API层 API层可能再去做各种各样的模块化 这些都是花了大量的人工精力的 我们为什么要做它 哪里来的动力去做它 那我们到底卖的是什么 从公司角度来说 一直到16年以前 我们可能都没有把软件标价出去出售 但是从我们团队来说 我们事实上是公司买单 买了我们做出来的软件 然后交给客户 交给我们的销售团队 我们卖的是我们的软件 那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软件在售 有什么样的软件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 我们19年20年打算卖什么样的软件 就是我们在定战略的时候 我们要想清楚 什么样的软件 我们打算不再维护了 为什么不维护 有什么替代的方案没有 谁是我们的顾客 我们现在的定义究竟是把 营销中心定义成我们的客户 还是把华为定义成我们的客户 还是把华为的客户定义为我们的客户 我们是把第二营销中心定义为我们的客户呢 还是把亚马逊上面买单的那些人定义为我们的客户 这些问题我们其实可能不见得有正确答案 但是我们选择不同的答案会影响我们到底怎么来做我们的APP 如果我们把第二营销中心定义为我们的客户 我们的服务器不会选在美国 会选在上海 这样他们的体验会非常好 他们会看到我们的产品真是快 但是客户那边可能不见得是这样的 但反过来我们现在把服务器选在了美国 第二营销中心在体验的时候 他会说这个灯的响应有点慢 但是我们在美国的客户不见得是有相同的反应 所以我们的答案会决定我们到底怎么定优先级 到底服务谁不服务谁 牺牲谁的体验而满足谁的体验 那第四个是我们怎么销售 这可能不见得每个人会有必要性来思考这个问题 但是作为产品的负责人 肯定要想到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的Stella WiFi我们是怎么卖的 我们Star River是怎么卖的 尤其是Star River 我们加莫是在跟薛文宏那边沟通的时候 他一直在强调我们Star River卖钱 有个基础价格 然后后面按灯杆的数量 要做增量的价格往上称卖授权 那这种方式其实我们指望业务员来凭空想出来 其实是很难的 因为到底这个软件我们定出来 比如说家庭版专业版企业版 或者叫做基础版高级版和全功能版 到底这些不同的版本之间 我们有什么样的手段去做它功能上的区分 或者是被控设备数量上的区分 这个我们比较清楚 或者说我们是先定了不同版本的目标之后 我们在基础实现上面给予它相应的区分 功能上面也好 性能上面也好 控制的灯的数量上面也好 这些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做了这样的区分 然后告诉业务 你的基础版是3万块钱 专业版是5万块钱 全功能版是10万块钱 有这样的方法 我们去想清楚了我们怎么销售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版本定的比较的少 如果我们自己不去想 那最终业务肯定会按照标书来反过来要求我们 那就不是我们两三个版本可以解决问题的 那有这样的问题 我们回答了之后 我们来写我们的目标 是说我们要完成 必须要做成的事情有哪些 有一些例子 比如说提高产品的运行可靠度 这里补充一句就是说 我们的目标其实是要通过很简洁的语言来描述我们要达成的状态 目标里面很有可能不是一个量化的东西 但是因为后面还有KR KR是量化的 通过KR的量化来告诉我们目标到底是怎么样算是一个达成的状态 比如说我们要尝试Star River的新的定价方式 或者说在海外市场获得第一批客户 这可能是我们StellaWiFi16年干的事情 那这里面我们其实需要在目标描述的时候 尽可能的去做具体化 比如说是在上海获得第一批用户 或者说在天猫上面获得前1000个用户的这个注册 这里面是具体 如果说我们说是提高收入 提高产品竞争力 提高利润 这样的目标定出来之后 你在紧跟着去定关键结果的时候会遇到困难 所以除了具体和结合战略以外 我们要去想办法让这个目标能够鼓舞人心 鼓舞人心的概念是什么 刚才我们提到过一个问题说 如果达到这个目标 你自己会不会感到开心感到满意 刚才在视频里面我们看到Google的目标是说 我们要让世界上所有人能够获取到世界上所有的信息 就是他做搜索 包括现在做一系列产品 他的目标 他的使命 然后有一个叫基尼的企业家 他说我要让所有的人能够享受到廉价的医疗 像什么现在盖茨基金会说的是 我要在2040年以前全球范围内消灭瘧己 这些都是很鼓舞人心的一个目标 那团队可以主控不是完全被动的环境是说我们定的这个目标有相关性 你不能给技术团队去定销售额指标 你也不能给营销团队去定他的销售 不能给市场团队定销售额指标 我们可以从技术团队去定相应的这种应用性的指标 或者说功能性的指标 或者是一些稳定性指标 可靠性指标 那最终还有一个第五点是说 我们定的这个目标是一个季度的目标 而不是一个三五年的这种长期目标 那找到有效的objective有几种方式或者说规则 首先是要去站在现有的这个能力的边缘 我们不是去找一个很舒适区里面的一个状态 把它定义成我们的目标 然后一个季度里面歇六七个礼拜 然后花一两个礼拜把这个目标达成 那个并不是一个有效的目标 这样的目标也不会解决我们成功道路上的拦路苦 那直觉的反应啊 一般来说不会找到有效的目标 我们需要反复的去问为什么是什么怎么样 用澄清式的提问去找 比如说我们如果发现公司级的层面上 发现某一个市场 例如西部地区我们的占有率不高 销售比较低 那如果我们定的是说提高西南谋审的市场占有率 这样的一个目标 其实是需要紧跟着再来追问的 为什么我们在比如云南占有率低 是人投入的不够 还是广告费投入的不够 还是烟酒投入的不够 还是什么其他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回答之后呢 我们可能有些是我说投的够的 有些不够那么我们就可以转而把我们的目标提成 那个具体的因素上面 我们如何去 我们的目标是投入 现在有三个人 我们要在一个季度内招聘到足够多的销售代表 驻扎在那个省会城市 去做销售区的这个拓展活动 那是多少个人是我们的目标 那这是可以去更加明确的 而不是说要提高某某省的占有率 那通俗易懂的表达是说 我们需要这个表述是更加清晰的 如果我们表述的是提升软件研究所的综合竞争力 或者提升Star River在市场上的综合竞争力 这样的描述其实会很难让我们去定义后续的结果 数量上面有非常强的限制 是一个季度对于部门也好 对于个人也好 我们能做的事情其实非常的有限 对于我们部门来说 如果一张A4纸描述不了一个季度的目标 那么第二页第三页的东西是很难去执行的 我们能够把一个季度里面 一个两个三个目标去做执行 就已经非常非常的聚焦了 因为所有所有OKA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聚焦 当我列了十个目标的时候 而它们之间有优先级关系 那么一般来说只有前面的两三个目标 能够得到很好的执行 后面的目标定了也白定 不要花时间浪费在这个上面 有目标之后我们会来定关键结果 目标描述的是一个清晰的意图 而关键结果是来定义说我们到底做的怎么样 它需要有量化的 比如说我们说好用和网站的导航层级不超过三级 后者是量化的 前者是不可量化不可衡量的 具体明确的单一指标 比如电商在说我们现在的销售网站不够快 那我们可以定个目标说我们要销售网站速度快 但这个目标不够具体不够明确不够单一 我们可以定一个具体的说是首页加载时间不超过两秒钟 这是一个具体明确单一的目标 要有较高的挑战 当前我们的首页加载时间大概是15到18秒 就是在电商的网络环境下秒15到18秒 如果我们说把这个指标定在10秒钟 可能不需要一个季度来完成 可能两天就做完了 那就没有什么挑战性 你做完了也不会有什么成就感 因为做完了依旧这个首页是很慢的 10秒钟开一个首页 你觉得换作不是三思的销售网站 而是亚马逊的网站 你早就已经要开朋友圈去骂他了 对吧 那简洁平时的语言 刚才我们说了说一个企业层面的OKR 季度OKR应该是一到两页 部门层面一页内绝对应该搞定 如果是你个人的OKR 如果手机一屏显示不出来 估计你也很难去频繁的回顾他 因为太多了 太繁复了 KR的制定是应该由下至上的 多了一个字 由下至上的来制定 目标的制定还有可能说自上而下的来做 但是关键结果的制定 如果是自上而下 那对于高层中层的知识面 它的相关领域的这种认知会要求太高了 比如说我们如果说对于一个互联网企业 他要制定这个流存率的指标 到底是用日流存率还是月流存率还是周流存率 这个只有具体的运营人员知道哪个指标比较合适 你让他的CEO来定这个指标 除非他是从运营人员一步步成长上来的 否则他很难知道哪个指标更加有效 我们的软件的这个性能指标到底是定时间还是定数量 到底时间关键结果应该定在秒还是毫秒 这个只有具体的软件工程师软件的技术的负责人 能够定出比较好的指标 你让研究院的领导 让销售的领导来代劳帮我们定这个指标 哪怕他曾经在研发待过 他也很难把我们定出比较科学的key result 那key result跟目标一样是有数量上的限制 如果说我们实现一个目标 我定了有十个八个关键结果的话 我们也就不再聚焦了 刚才我们在江多尔那里面看到说 现在桑大皮查已经成为Google的CEO了 那他在08年定的目标 他说我要做一个下一代的互联网的客户端平台 人话就是浏览器 那他定的指标是什么 就是用户数 目标是下一代客户端平台 关键指标就一个用户数 用户数多就代表着我这件事情做得好 用户数少就是做得不好 他不关心说我这个 从客户渠道那边反馈的bug数量有多少 留存率是多少 用户的吐槽有多少 我加载速度是不是比edge或者firefox快或者慢 这些都能反映我的产品做得好和不好 但是这不是我要的关键指标 我要的关键指标就一个用户数 所以我有一个聚焦的点 我才可以每做一点小小的尝试 功能的尝试版本的升级 我去关注我的用户数的变化 之前在分享的这个 混音大学年度大课的那个 Vilibity视频里面 有第一集是分析Netflix的 他也是把用户数作为他的 关键指标去衡量 因为他的收费模型非常简单 每个人每个月 7块钱美元会员费 其他没有任何的收费项目 所以我用户数增加一个人 我的收入就增加7成12美元一年 他的销售模型 盈利模式非常简单 他的追求就是很简单 我要全美范围内 包括加拿大 我去搜集更多的用户 让更多的人成为我的订阅的会员 然后我去挣他每个月7美元 在这样的追求下面 其实他现在一家公司的用户数 超过了美国所有有线电视服务商的 用户数的总和 那 其实投资者看他的财报也很简单 我就看你用户数有没有增长 我就看你用户数跟现在美国的人口相比 你还有多大的增长空间 来决定我还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投资的时机 是不是还应该继续给你投钱 如果说他的用户数跟现在微信一样达到4个亿 5个亿或者10个亿 那我们可以预期的是 如果他仅仅只做北美生意 他做不下去了 那微信现在也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所有能用微信的人 基本上已经都装了微信了 如果说微信的用户数从9个亿提升到18个亿 那是很多人开了小号 那不是真实的用户 所以投资人包括说后续的这些观察到他有没有增长的 已经不再相信用户数的提升能够让这个产品有什么实质性的提升了 但是拼多多不一样 拼多多刚起家的时候1000万2000万 他的农村人口是很多的 他有大把的机会从2000万提升到2个亿提升到3个亿 提升到所有微信数的用户数 真实用户数的总和 在达到5-6个亿之前 拼多多的用户数的增长时 完全可以有足够多的空间的 所以投资人很喜欢这个企业 它会有废速的发展 那对于亚马逊来说 他当时说我们要做亚马逊crime的会员 会员价也是当时是79美元 还是99美元一年 他挣这个会员费 他也是说我要足够多的会员 哪怕每一个会员买单以后 我免运费带来的成本都是亏本的 哪些都是亏本的 但他就是要会员 因为得到了亚马逊会员以后 你可能就不会在eBay上面 在其他的电商平台上买东西 你花了这99 你就会选择在这个平台买东西 如果你们是京东会员的话 你在京东跟天猫之间 你可能会选择京东 如果你是天猫的什么88会员的话 你可能想想看价格差不多 你就不会选择京东 而会选择天猫下单 所以虽然他给你免了运费 给你打了折扣 但是你在上面的消费会更多 所以亚马逊他有个统计说 每一个amazonprime的会员的成本 大概亚马逊会付出200美元左右 而他的会费只有99美元 所以他每个人都赔钱 但是会员跟非会员相比 会员一年在亚马逊上买1400美元 到1500美元的东西 而非会员只买六七百美元 所以他通过更多的销售额 把电机器的钱获得出来 同时这些销售额如果不是会员的话 会在他竞争对手那里买 他通过会员的这个方式 吸纳更多的会员方式 自己垫了钱 通过销售而弥补 同时让这些人 不在精神对手那里下单 实现他的垄断 实现他的增长 那回到我们这里来 就是我们要找一个 或者是少量两三个关键结果 来描述我们这个 要达成的目标 是不是已经做到 那接下来我们说 是要描述结果 而不是描述任务 我们是要描述我们要达到两秒钟加载首页 而不是描述我们要去优化我们的图片 要去合并我们的css 合并我们的gss脚本 是要描述我们要达到的结果 这是key result result是结果 不是我们要做的to do list kr要有明确的负责人 谁负责达成这个kr 谁负责达成另外一个kr 要设计能有其中进度的kr 比如说两秒钟的加载时间 现在现状是15到18秒 其实我在一个季度里面 我随时随地可以去衡量 当前我电商网站的首页 加载时间是多少 进展到什么状态 常见的错误可能是过于长效的 比如说品牌价值 客户满意度 员工满意度 这种都是长期的变化缓慢的kr 是很难去作为季度目标的kr 过于中局的 比如说是净利润 或者是上市企业的市值 或者是我们的销售额 这种kr是比较难 对我们具体的目标 去做指导性的工作 也很难去拆解到具体的一个任务的 混淆了因果关系 比如说 我说我要做一个全新的Style Wi-Fi 或者我要做一个全新的 Star River的界面设计 但是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件事情 或者说我做这样全新的界面设计之后 我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 是我减少了用户做同样操作 开灯关灯 加灯泡的操作的数量 操作数 时间还是一些其他的什么事情 我要把这些东西拿出来 作为我的Key Result 而不是我的全新的一套设计效果图 提出作为我的Key Result 这里面是有因果关系的 是因为我要做一件事情 因为我要达成更简单的操作 所以我要做新的效果图 新的操作流程 而不是反过来 那有一些案例 比如说 英特尔的1980年第二季度的案例 它的目标是要在 是要去达到一个8086的 微处理器 加毒 这是它的目标 它要完成这样一个处理器 Key Result 第二季度 是要研发 并且发布五个Benchmark 然后要重新打包整个产品 要让8兆赫处理器的 这个器件进入生产 然后要在6月15号之前 把这个算术处理单元的样品拿出来 这是它的四个Result 公司的目标是那样的 工程团队的目标 是说我要去做这种晶圆的 这种显影 要做第二点三版的设计 要交到生产厂去 生产的制造制成厂去 然后要在5月15号之前 把测试交代完成 要在5月1号之前 把某一个芯片制造的阶段完成 下一阶段开始 这里面可以看到 我们关键结果这里面提及的这些日期 因为它是第二季度的 也就是在630之前要完成的事情 其实它的关键结果 并不是把整个季度给铺满的 需要铺满季度的是我们执行的 那个规划 而不是关键结果 可能我们一个季度的关键结果 在2月份就已经能够完成了 剩下的是我们留给日常工作的时间 我们并不是说有了OKR之后 我们日常所有的事情不做了 有了O和KR的描述之后 在完成以后我们要打分 Google和其他很多公司 是用0到1的区间来打分 如果全部完成了 就是打1分 没有任何动静 没有任何进展 打0分 0到1之间是我们常见的一个分数 Google和英特尔 他们会把0.7分作为一个目标 就说如果我们比较努力的去做 最终打下来是0.7分 如果有一些运气的成分 或者上帝指定了你 你是上帝天选之人 你真的就能做到1分 所以0.7是一个目标 所以假如说我们说 守夜时间从18秒降到2秒钟 2秒钟是一个1分的程度 我们可能并非是个线性的关系 如果从18秒降到8秒钟 可能能拿到0.3分 0.4分 但是如果能拿到 降到4秒钟或者3秒钟 就已经可以拿到0.7分 0.8分 所以在项目的 在制定KR的初期 我们要把这个评分标准给想清楚 大部分的KR指定 事实上都会在0.3到0.6之间 不会那么的高 如果我们很轻松的能达到1.0 那说明我们定的那个 Key Redout的那个目标 太轻松太低了 那这种其实举个例子来看 我们所有的运动员 在比赛的时候跳高跳远 他其实定的目标 第一跳的目标 一般都是他在最近阶段里面 取得的一个比较好的成绩 然后去当做他第一跳的目标 当这个目标达成之后呢 他第二跳或者是举重啊 第二次的尝试的时候 往往是去取得一个近期比赛里面 能够拿奖牌的这么一个目标 然后最后一次机会 当他已经吻获名次 或者是名次无望的时候 他会去冲一个能拿金牌 或者能破纪录的这么一个目标 所以我们在定目标的时候 一般来说把0.7 0.6定在我们最近能够达到的一个比较好的水平上面 就是我们通过努力能够达成的 然后把那个1.0定在 能够让我们的极限往前超越一点 能够比我们历史最好水平往前要扩大一步 迈前进一步的那个水平上面 那这里面跟所有的执行人的考核是要脱勾达 管理者 你项目的负责人 负最终的责任 KR的负责人是 从公司层面 从考核层面 对整个这个执行成功或者失败 是只有你们付出努力 而你们不用去承担最终的这个结果 那这一点其实 江老师背过背的是最多的 对吧 我们所有的延期 不管是智能家居类的产品 智能照明类的产品 所有的延期 所有的变更 所有的bug反馈 其实最终的背锅不是我们工程师设计师的个体 而是组织上面和产品上面的这个负责人 任务的落实这里面是说 我们要对于每一个KR做任务的拆解 那这个拆解出来不是摊派强行分配或者拆解到任务的时候也要去考虑轻重缓击的 举个例子 如果我们说我们的网站服务的在线率 其实可能是从技术的角度要分析问题的原因 然后去拆解到我们要去改某个模块 要增加运维监控报警 那中期review之后可能要根据review的结果再来判断是不是把次要的一些东西再做一些修改 那这样的任务拆解是需要自下而上的 是需要专业的人员具体做研发做设计的人员来做拆解 而不是自上而下摊派的一个过程 那KR的负责人当你制定了并且接了这个KR的实践之后 其实它比较像一个项目经理 你是需要去调度资源 去跟其他团队去协同来达成你所负责的这个KR的 那基本流程的话是四步走 首先我们来做准备会议 今天这就是一个准备会议 我们把概念澄清 背景共同清楚 实施的范畴是我们这个部门 实施的周期是我们2019年的第一季度 这件事情搞清楚之后呢 第二步是有一个小会 是小范围的去起草一个初步的KR的草稿 这个部分它底下画了一个叫CEO不要参加 那我们的范围是部门里面 所以第一个小会我和刘海斌不会参加 否则我们的目标势必会影响到其他的目标的这个制定 那这个小会它应该是讨论清楚我们在未来的一个季度里面 我们想解决一两个或者最多三个重大的问题 他们通过什么样的关键结果来证明我们去实现了 这个不会超过一页纸 紧跟着我们要做一个成员会 就是扩大范围一些去讨论这个草案是不是目标选择的大家有共识 观念结果是不是合适是不是科学是不是充分 这样的话制定出来之后 我们最后去做一个全员沟通 我们把它形成文本书面形式的向全部门来告知 并且接受大家的疑问和修订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公之一中了 大家在未来的一个季度里面是需要 时时刻刻能够看得到我们未来一个季度的部门的目标和关键结果的 定出来之后日常管理 我们去把刚才张德尔说的就是 目标是指明了一个方向 执行决定了我们到底能不能取得最终的成功 所以我们是要约束好自己的行为 并且我们始终是相信每一个人在制定了目标之后 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而不是把它数值高歌的 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 我们会有复盘 会有执行的这个改进循环 会来看到底每一个阶段我们的关键结果达成的程度怎么样 所以每周OKR的负责人会来考虑几个问题 当前的OKR执行的怎么样 本周为了实现进度的进展我们要做什么工作 有几个健康度的指标我们来判断它做的怎么样 那接下来一个月内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事情 那在季度的中期我们会来定一个时间来讨论 我们的KR设置是不是合适 是不是需要修改 有没有更好的KR来替换 我们的任务objective是不是中期的时候需要新增 那这是在一个季度里面 我们会有一次来讨论这个事情 所以整个过程里面 我们在一月份开始前 我们是需要来讨论OKR 在一月份我们就要把这个发布出来 在二月份的时候会有一个中期的这个review 整个这个一二三月份我们会有 相应的这种阶段性的 关键结果达成的程度的一个评估 在期末的时候会来打 对每个key result和objective做这个评分 0到1 并且复盘到底我们 为什么做成现在这个结果 成功的在哪里 失败的在哪里 并且在三月份 三月底之前我们定出来二季度的OKR 那作业呢是针对软件有所全体成员的 我们部门的OKR 今天会订出七草小组 就是我们那个小会的成员 我跟刘海斌不参加 所以是四位组长加上零到两位 今天报名的同事 如果报名人数超过两位 我来定时来参与进去 在订了这四个人之后呢 12月21号之前 你们需要把小会给开好 三个以内的目标和相应的关键结果 下周一我们开相对扩大的一个成员会 每组两个人 加上我和刘工都会来参加了 那我们会把部门的OKR讨论一下 制定出来 在周二周三呢 会把它写成正规的文本 周三的时候全员发布沟通 微信群也好 邮件也好 当面也好 我们来做反馈 答疑 修订 个人的OKR在 每个人自己来制定了 然后在周五之前 你可以提草案 在月底之前 我们把它提交到GitLab上面 那有一个提示的是说 你个人的OKR和部门的OKR 可以不对应 就是 部门的目标 不是你工作与生活的全部 也不是你个人技术上面发展的全部 你有一部分的精力是花在与公司 部门相一致的这个发展上面 但是你还有个人的发展目标 你需要自己去追求的 你不是为了部门 不是为了公司而活的 你是为了自己个人而活的 只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公司 在这个部门 所以我们在制定目标的时候 需要考虑到这些因素 而不是 努力 那提交的点是在 2011.11.202 就是我们GitLab上面有Workflow 里面我建了一个文件夹叫OKR 然后里面有2019Q1.MD 我们开一个分支 然后去修改这个文件 然后修改完了以后 去发起Merge Request 往里合并 形式的话 请大家参考 GitLab的OKR的一个format 后面我列了一些 后续的可以去阅读的 可能阅读材料 如果你们在开小会 或者制定个人的OKR里面 对于这样的一个方法 有什么疑惑 我们可以去看视频 看教程 看文章来去找答案 包括我们可以在群里面沟通 那这样的一个培训里面 找了主要是这几个参考的资料 今天的培训就到这里 我看了一下 像我们群里面没有特别多的 不是没有特别多 没有问题对吧 好 没有问题很好呀 说明问题都会在私下里面 大家各自解决 这个每个组长其实今天都在 就是不管今天是否得到机会 来参加这个培训了 我们部门的OKR是一定会要制定出来的 然后个人的OKR 这个merge request呢 是我期望能够看得到 如果看不到的话 至少2019年1月份的月报里面 你还是要写那个短中期目标的嘛 所以肯定还是要有这个过程的 大家可以去私下里商量一下 就是在小汇这个不超过六个人的小组里面 有没有想要报名来参加制定我们部门的 接下来2019年一季度的OKR的 然后这个名单我是今天要确认下来的 所以今天来找我报名 如果说各位组长 其实因为后面的那个 成员会里面有 除了组长以外 每个小组是有两个人 包含组长有 每个小组有两个人 所以总共是10个人 我们会去来开这个成员会 每个组长想一想 到底你们由谁来参加这个下周一的成员会 如果组长有出差的 你提前指派好你的替身 好 今天的培训到这里